在2021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潘月 于历春日在北京发表新春贺词 向海外侨胞和龟桥侨卷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亲爱的侨胞朋友们 今天是历春 我代表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向海外侨胞和龟桥侨卷 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祝大家新春吉祥和家安康 潘月说 刚刚过去的2020年 一场超级疫情来袭 使各国的人员交流与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 也使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动荡 潘月表示 这一年是中国负重前行的一年 面对疫情骤起 全国上下重置成城 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 不仅为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 创造了一片安全净土 还发起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向一百多个国家提供抗疫援助 并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与此同时 疫情没有阻挡住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832个贫困线全部摘帽 绝对贫困一去不返 国际逆流也没有阻挡住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 亚太15国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与中欧投资协定 维护了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这些成绩都不是在鲜花铺路中一蹴而就 而是在经济遍布中苦干得来 潘月说 这一年也是侨胞们负重前行的一年 全球疫情尚未露出曙光 无情的病毒打乱了侨胞生活 重创了华人经济 一些侨胞还遭遇到傲慢与偏见 甚至蒙受歧视与伤害 我们不会忘记 在中国疫情初起的时候 海外侨胞的无私支持和慷慨援助 不会忘记疫情在全球蔓延后 侨胞以各种方式与祖国守望相助 共克时间 你们的付出 我们心怀感念 你们的坚强 我们充满敬意 潘月强调 将竭尽所能 驰援各类防疫物资 建立各种远程咨询和医疗救助平台 以龟桥桥卷权益保护法 颁布实施30周年为契机 推动各项汇桥暖桥政策落到实处 继续支持海外侨胞 发展华文教育 弘扬中华文化 继续支持海外侨胞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共享创新发展成果 他说当前国际交流交往 正处于特殊时期 在疫情应对上 体现了不同文明价值传统 对于社会治理的不同结果 造成了不同意识形态的纷争 越是面临分歧 越是需要对话 此时此刻 我们与侨胞如何促进 多元文明的深度交流 如何讲清中华文明的合和价值 不仅关系着中西方文明的互融互建 也关系着海外侨胞的 未来福祉 历史已经证明 中华文明开放而不封闭 包容而不排他 中庸而不极端 和平而不好战 我们追求天下卫功 超越各自为政 我们秉持修文厌武 反对穷兵独武 我们崇尚推己及人 不愿强加于人 我们主张和谐共生 消解对抗隔阂 经历过无数风雨沧桑的中华文明 始终保持着历史定力 纵有一时逆风 纵有抽刀断水 文明对话的涓涓细流 依旧会奔腾不息 跨越险滩 最终汇成多元共存的 一江春水 潘越表示 历史不断证明 海外侨胞在每一个历史 关键时刻都为家国故土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 都为中外交流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历史还将证明 海外侨胞在每一片 异乡土地和海水到处 都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继续尽心尽力 潘越表示 展望新的一年 世界局势依然风云变幻 但中国仍将向着既定目标 坚定迈进 2021年 中国政府将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国务院侨办将继续秉持 为侨服务宗旨 维护好海外侨胞和 归侨侨卷的根本利益 当好大家的娘家人 领东将去 春山在望 我们在家乡的这一头 给六千万海外游子 祭一份平安 道一身珍重 相隔千万里 只待重逢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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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